大家好,又是我Middoji 停了一段時間,我想我都要加把勁,拍多點東西 Blackmagic Design 近來又出了一部新機 就是Pocket Cinema 6K Pro 熟悉的人就不會陌生 因為之前已經出了Blackmagic 4K 或者Blackmagic 6K 說過名字就是Pocket 其實就一點都不Pocket 至少你是代不住衣服 先看外觀,第一件事殉眾要求 真的終於有反螢幕了 鐵頭那個是真的180度全反 但它反的程度都是這樣的 這次採用EF-Mind 好像只有一個選擇 只有EF-Mind,沒有其他Mind的取捨 6K Pro其實採用S35的感應器 它不是全鏡頭 所以它是否支援到EFS鏡頭呢 EF-Mind就最有興趣 就當是APS-C用 Blackmagic的機器 一向都沒有機內防震 如果手機多的話 就要搭一支有防震的鏡頭 現在就組裝一些東西上去 搭了一支Canlon 16-35 有IS四光圈的鏡頭 通常都是要搭一支外置電 去供電 F550電是不夠玩的 儲存媒體方面 通常都會外置一個SSD 很基本的配置 究竟這部機能否做Vlog呢 嘩,很重啊 拿著6K Pro來做Vlog 嘩,練力啊 等等 這支16-35 本身是有鏡頭防震的 希望可以補償到 本身的機器沒有防震的缺陷 嘩,試其他東西 Gelo effect 先上去腳架 因為太重了 100塊門 100塊門的Gelo effect 光圈4.5 ISO59 ND16分之一 新的位置就是這個ND filter 一定要說 ND filter就很快手 要按一下 就四分之一 十六分之一 六十四分之一 現在就試試ND filter 六十四分之一 快門就五十分之一 光圈4 ISO500 這個ND filter 十六分之一 6K Pro 都是一部很典型的 Cinema Camera 你要搭外置電 你要搭外置HardDisc 才真的出去做到事 砌到大龍鳳 相信你的Client看到 都會很開心 有一件事我很想贊的就是 就是它的底部有兩個螺絲位 它這個兩個都是四分之一 上兩口螺絲的時候 它就不會扭來扭去 那塊板 這個開了是甚麼 我想知道 嘩 轉到 沒有 轉到螺絲 就是這樣了 這裡就是EF裝的位置 我當時以為拆開這個蓋子 視為這個是HotSue 誰知道原來不是 哈哈哈哈 這次真是遺跡解密 錄製Media 分別有SD 還有C-Fast的Slock 我試過SD卡 只要用到V90 它應該都能夠限制所有的掣息 但問題是在於容量而已 128GB是很快就扯完 拍最TOP的128GB的SD卡 只是拍到3分鐘左右 LT4K是22分鐘 所謂拍片的新常態 外掛就不奇怪 現在拍片 很多時候是外掛HTDs去錄 電池都是外置電的 外掛SSD方面又不用擔心 選擇真的很多 你可以買硬碟盒 自己組裝SSD也可以 有些牌子現成的SSD也可以 甚至乎這款大家很久沒見的Videodevice的Speed Drive 都能夠搭通 當然這條Type-C的數據線 要找些好一點 用蘋果原廠就沒死錯人了 當Blackmagic遇上Videodevice 真的錄到 其實它對焦都沒有拉封箱的情況出現 它應該沒有一個AFC的功能 即是它的AF是逐下按的 都說了一句 Cinema機都是預理用電影鏡多的 手動對焦 Assistant幫你追焦 介面Blackmagic 一向都是真心賺的 B是TouchScreen 譬如我想刷卡 直接按下去就可以了 按13秒才刷卡 White Balance可以直接在這裡調整 ISO也可以這樣來調整 bil ж自出擴有 呀這樣會怎樣 噢有些叫做光圈先缺的東西 快門先缺的東西 我最近新學到一個新範圍 Cyntematic 原來譯作劇場級 看歌劇那些才叫劇場 我姑且就譯作電影 電影 總結一下Blackmagic這部新的6K Pro Dynamic Range 真的很高 13級的Dynamic Range 其實不是很高 但也算蠻高 調色的寬容度也很大 暗位就不是死實了 還可以看到一些變化和細節 以這個價位來說很友善 我想大概2萬元 當然要再買很多寶品組裝上去 才可以正式拿出去開工 其實租機都不錯 因為新拿手機上手 Learning curve很小 東西很直接 你要光圈就按光圈 要翻門就要翻門 基本上是立刻可以用的 不用有什麼設定在裡面 適合什麼人用 對電影有熱誠的年輕人 這部機都適合使用的 今天先說到這裡 OMG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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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